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都挺好奇的 一个人如果他的指甲这么长的话 他平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决定去做一个美甲 然后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来整一个浮夸的红色吧 你看这么长的指甲 连指甲油都要比别人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想法呢 赶紧写在评论区 想看我带着这么长的指甲 做点什么事情呢 感觉应该还是会蛮有趣的 拿个紫光灯给他烤一烤 烤干啥 还能更精致一点 画一点小爱心 感觉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美甲大师 你可真敢推 剩下的顶一点就行了 嗯 行了 现在咱们去找点覆盖 比如说发现 哎呀 地上掉钱了 那么我们要 怎么样才能把它捡起来呢 啊 这家掉了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重新来 我觉得那可以用两个指甲 这样小心翼翼的把它捡起来 哎呦 可以哦 如果说你想开个通宵的话呢 那么你只能这样子 先把它拿起来 也是可以按的吗 还是能按得到的哦 比如说如果你想用这只手上厕所的话 那还是算了吧 我再来试试能不能拎垃圾 不能掉了 啊 吮 进的一圈太累了 咱们来试一下用它能不能吃东西 只 grandpa没用啊 连个早都拿走啊 拿到了 现在我把它放到我嘴里 我可以哦 听到了好开心 你怎么看起来像个傻子 再来试一下能不能扎什么 我感觉要扎手指指 不行不行不行 太扎了 总之如果你用了这么长的指甲 除了能下来 好像刷也不能干 就断绝了 一天天净准先有路